大热台一句想见你在两岸三地爆红 年代饰演莫俊杰一绝的施博宇也人气急生 在疫情下依然工作不断 频频往来两岸 刚刚搁离完14天的他 这天为一间猪排店担任一日店长 一众热情的粉丝清晨就来排队 希望近距离见到偶像 活动正式开始更是人山人海 这是我近期第一次的公开活动 所以我也蛮紧张的 我觉得很感动 有蛮感动的 因为真的没有想到大家都还记得我 因为太久没有出来了 之前都在录节目跟拍戏 拍完想见你之后 我们会觉得自己的关注度变高了 好像大家都认得了 有谢谢蛮多人就是有肯定我 然后大家也喜欢这部剧 然后喜欢我们大家 在路上会被认出来吗 有稍微会 但是我觉得就还是会做自己 比如说去吃饭逛街 我觉得还是就 就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对 他们会叫你莫俊杰还是叫你食物 会叫我莫俊杰 所以我蛮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你能够演出一个角色 然后带给观众直入人心 我觉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最近Patrick以朱镇学长的身份 参与内地一个选秀真人秀的节目 和一众学员频频为跳舞等各项表演 练习到深夜 也令他感触良多 这也算是我第一次的舞台首秀 然后我在节目中也有讲到 是我第一次登台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就我那天录完 其实有稍微哽咽了一下 因为我看了那些妹妹们 他们那几天基本上都没睡觉 然后我们在练舞室练习彩排到凌晨四点 然后他们自己再跳到五点 五点完隔天早上七点的通告 所以他们都是真的是尽全力在拼 所以我那时候录完我觉得 他们既然都这么努力了 那我们各行各业的人 我们自己为何也不更努力一些呢 所以有开启你的那个唱跳舞吗 我觉得舞台我蛮享受的 我觉得在上面跳舞的感觉好爽 对 然后就 而且他们的规格 真的就像演唱会一样 然后台下也有观众 然后导师们都坐后面 我觉得有点像真人秀 但又有点像是自己的演唱会 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在上面表演 Patrick在想见你中的好兄弟许光汉 活素上位成为新一代大著男友 代言偏约接到手软 Patrick当然替对方开心了 他还不时关心好友的近况 因为他之前节目录完 他就禁组拍戏了 然后他应该也快杀青了 但因为我怕他现在可能很需要 进入到角色里面 那我也不敢吵他 但偶尔还是会就问说 最近怎样还行吗 然后我们就可能聊个几句 就各自都要开始忙了 所以要再见到那个想见你三人组 是不是会有点难吗 有机会 有在计划吗 有在计划 其实像姐姐在 姐姐她还是常常会约啦 但是可能要全部人一起集合蛮难的 因为大家都各自忙 可是只要大家时间可以 然后我觉得只要有空 还是会聚在一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